每当霍勒迪的合同到期时 总会爆出他被十多家球队哄抢的新闻 但凡是想争罐子球队 那霍勒迪就是你队伍里最好的独冠拼图 妹妹说过 想要得到霍勒迪 至少需要准备两个手轮签 据报道 霍勒迪已经和凯尔特人续签了一份 为期四年1.35亿的合同 并且在未来的四年中 现年34岁的霍勒迪的薪资 竟然是逐年递增 分别达到3013万美元 3254万美元 3496万美元 这份议员合同确保了他在38岁时 能以一个绝对赢家的心态 结束职业生涯 为什么他可以在这个年纪还能拿高薪 他到底有什么能力 可以成为众多球队眼里的香波波呢 2009年的NBA选秀大会 霍勒迪在第17顺位 被费成76人选中 他和库里 哈登 德罗赞 金通卢比奥 格里芬等一众精英巨星 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霍勒迪有着出色的身体素质 是一个十分擅长运动时 洞悉防守缺陷的球员 他左右手都可以攻框 球风无私 但新赛季的霍勒迪平平无奇 他的职业生涯 是一步步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迅速提升 从初出茅庐时的场军8分3.2助攻 到第四个赛季 成为场军17.7分8助攻的全能型后卫 并且在防守端表现出色 还进入了全明星替补阵容 2013年 离开火箭管理层的萨姆辛基 出任费成总经理 接手这个烂摊子后 喊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 这位总经理的第一笔操作 就是将队里唯一能打的全明星球员 霍勒迪送至提湖 换回两个选秀权 一位是新秀赛季报销的六号秀 伦纳斯诺埃尔 另一位是两年后才登陆NBA的萨里奇 当然 这又是另一个段子 另一个故事了 咱们下次单聊 从提湖开始 霍勒迪已经是一名很难得的 攻守均衡的球员 脏活累活他都能干 这一点和保罗很像 但相比保罗的组织 他更倾向于个人进攻 他比保罗高10公分左右 攻击欲望更强 同位置也更容易单吃对手 但不幸的是 出道提湖 霍勒迪连续两年 阴商打打停停 两个赛季加起来 出战74场 这五一一让他的价值大打折扣 从2015年开始的两个赛季 商誉归来的霍勒迪 连续保持高水准的发挥 在数据上接近了自己的全明星赛季 于是在2017年7月 提款一份5年1.26亿的北约 双手奉上 他毫不犹豫地签下了这份大合同 在当时他一度被认为是高薪低能的代表 他没管这些 继续在攻防两端提升自己 同上一次签大合同一样 霍勒迪再次打出巅峰赛季 并帮助球队进入季后赛 但是要说到他的成名之战 那就要从这一年的季后赛开始说起 提湖首轮对阵开拓者 霍勒迪主要对位利拉德 利拉德那个赛季是什么水平呢 常规赛26.9加6.6 季后赛最强的时候是34.3加10.2 但是你往回看 他的季后赛数据最低的那个赛季 没错 就是和霍勒迪对位的18年季后赛 当时季后赛开打前 大家都认为利拉德加麦克勒姆的双枪组合 肯定会横扫醍醐 但现实却让人大跌眼镜 利拉德竟然被霍勒迪牢牢锁死 据统计 四场比赛 霍勒迪总计防守利拉德150个回合 利拉德在面对霍勒迪的防守时 总计31中8 命中率仅有25.8% 1584 而其他提湖球员总计防守利拉德181个回合 利拉德40头17重 命中率42.5% 霍勒迪不论是身高还是体重 都对利拉德有着优势 并且运动能力还不差 所以毫无疑问 那一年的霍勒迪对利拉德的防守极为成功 最后在场均21.2分7.7助攻 提湖4比0直接横扫了开拓者 这也让利拉德和麦克勒姆野面扫地 霍勒迪用自己在攻防两端的杰出表现告诉大家 5年1.26亿绝不白拿 在这一年他还入选了最佳防守阵容一阵 2019年提湖送走戴维斯 交易来了湖人队的大量天赋球员 又在选秀大会上洗涤天赋满满的西安·威廉森 立刻宣布球队重建 此时此刻霍勒迪已经是一个十足的老将了 他的位置与郎佐鲍尔有很大的冲突 相比较来说鲍尔更年轻 个子更高 所以提湖将这位出色的空位摆上了货架 2020年熊路抓住了机会 在一场四方交易中 熊路花掉四个首轮选球权 加上四年1.6亿换来获勒迪 作为一位两次最佳防守阵容 一次全明星的空位 当时也有很多人觉得 为他锁死薪资空间并不值得 但熊路后来的表现证明 这位全能后卫的加盟 使得他们彻底脱胎换骨 从一支指挥打场归赛 继后在必拉胯的球队 蜕变成冠军之时 他的防守 攻坚 组织 每一项技能都完美匹备熊路 熊路的外线防守 明显提升了一个档次 进攻开始多样化 熊路和太阳的总决赛上 在霍勒迪的高强度对抗下 保罗和布克都出现了失误 总决赛G4G5 霍勒迪的两个关键抢断 奠定了比赛的胜利 最后一战 霍勒迪抢断布克 助攻字母格 空切爆扣 打成2加1 彻底杀死比赛 布克面对霍勒迪的防守时 11投尽两中 这轮系列赛 霍勒迪令人窒息的防守 成了熊路战胜太阳的关键因素 最终帮助球队在50年后 夺得NBA第二座总冠军奖杯 他本人再次入选最佳防守一阵 22-23赛季的季后赛 在常规赛中排名联盟第一的熊路 被热火4比1 完成黑巴奇迹 霍勒迪发挥失常 被状态爆炸的巴特勒打爆 赛季结束后 霍勒迪曾经深情表白熊路 我愿意中老熊路 我是发自耐心的 我不想为其他球队效力 但是转眼几天后 他的经纪人就告诉他 你被交易了 哼 生意终究还是生意 2023年9月 开拓者 熊路 太阳 达成三方交易 利拉德加盟熊路 与字母格组成双合阵容 具体交易内容如下 大家可以暂停观看 开拓者又继续将他作为筹码 在市场交易 全联盟几乎所有想要争惯的球队 都询问了霍勒迪的要价 美媒甚至评价 这将引来轰抢 轰抢一词格外抢眼啊 我们来看看这一段 What happens with Drew Holiday and where he ends up in the next couple of weeks could be a bigger outcome on the NBA title than this trade with Dame Lillard and I say that because Drew Holiday is now available on sale Two days ago you couldn't get Drew Holiday from the Bucs that means a bunch of teams that could compete for the title with the Bucs are now brought into it I'm talking about Boston New York Miami potentially the LA Clippers and even more teams Drew Holiday is a plug and play two-way low impact low ego player who has proven to have championship DNA teams are crawling all over themselves contenders and I would even argue that it's possible that a team that acquires Drew Holiday despite this this star pairing in Milwaukee could feel better about his championship chances than they did a couple of days 开拓者征询了霍勒迪的意见后 最终选择了绿凯 交易内容如下 这笔交易完成后 绿凯打造出豪华舞巨头 球队首发五人 都是全明星 这个赛季 绿凯打出了64胜18负的 联盟最佳战绩 成为了常规赛中 最具统治力的球队 进攻端几乎不需要 霍勒迪投入太多精力 他只需要做好组织 他的冲击篮板球能力 具快攻能力 防守积极性都在 也因此 他与怀特的防守组合 堪称联盟最佳 任何一名后卫 遇到这样的后卫线 都不好受 他已经是绿军防守端的 重要箭头 与步行者的这一轮博弈 他与怀特联合防守 哈利伯顿的效果 决定了整个系列赛的走向 打步行者的第一场比赛 获了第一63%的超高命中率 全场高效狂轰28分 7篮板8助攻 3抢端的数据 攻防两端侵略性失足 尤其加时赛中 他单兵防守哈利伯顿 迫使对方运球出戒 最终帮助绿凯在足场 以133比128 加时逆转步行者 面对拿着5年 2.6亿的哈利伯顿 根本不虚 甚至比他的表现还要好 赛后哈利伯顿 是这样评价他的 他是NBA最好的防守者 这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 我有时努力在 向自己的右侧 他的左侧移动 但他对抗很好 有时我很难控制 自己的脚步 这肯定很沮丧 但人都会犯错误 我会吸取教训 并在JR打得更好 这一天还有一个喜讯 那就是他和队友 德里克怀特 一起入选 常规赛最佳防守第二阵容 JR获勒迪15分10助攻 J314分9篮板 3助攻 3抢断1盖帽 这场比赛 他凭借关键的2加1 反超比分 以及关键的抢断 和两发全中 帮助绿凯18分大逆转 拿下胜利 在一次播客采访中 获勒迪谈到 被雄鹿交易的过程 How soon with that did you know that you were getting traded? I'm taking a nap I see the text I see a call from the GM and I'm like I'll call him back like I'm deep in this nap too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it's a good one and then two seconds later my agent calls so I pick up his call he's like you talk to him I'm like nah bro I'm sleeping he's like well you just got traded so you should probably call him back and then I ended up looking at my phone he ended up texting me everything that was happening like yeah we trade you here here and then I ended up calling him and he ended up saying like yeah we traded you for Damian Lerder so I also had no clue I think for me it was just a shock because at least let me know 24 hours in advance not five minutes in advance and maybe I'm asking for too much it's kind of like I mean we want I want there 霍勒迪因此感到 自己没有得到 应有的尊重和对待 如今 霍勒迪和绿凯 又续约了四年的大合同 不知道在电视机前 看东爵的熊鹿管理层 有没有对霍勒迪的交易 感到后悔呢 他在比赛中的经验发挥 展现了作为总冠军后卫的价值 为凯尔特人的季后赛 铺平了道路 对于一个志在冠军 和拥有最后一份 大合同的老将来说 已经没有任何人 可以再低估他了 好了 今天能够看到这里的小伙伴 您对本期视频有什么看法 欢迎您写在评测区 别忘了帮我按赞 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